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109岁老人依旧身强体壮,公开分享长寿秘诀,还不知道的赶紧来看。 广州有一位传奇老人,95岁登顶泰山,99岁两个小时横渡台湾日月坛,书写永潭传奇,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很不可思议。 这位老人就是原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,百岁医生刘军迁。 别看刘医生年纪大了,身子骨可硬朗着呢,我想朋友们应该都很好奇,为什么他的身体可以这么健康呢?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刘医生的健康秘诀吧。 百岁秘诀藏在一碗粥里 谁能想到,刘老50岁时曾被宣布患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,为了锻炼肺功能,刘老每天坚持游泳,几年过去了,肺结核似乎也不要而喻。 今年,刘老已经109岁高龄了,没有三高,没有糖尿病,听力保持在正常人的水平,和他说话从不需要大声, 身体健朗极了,既能自行治愈重病,还能再远离老年病。 刘老先生有自己独特的一套长寿法,他称之为三从四德法,即心态从宽,运动从水,生活从简,食德,睡德,拉德,行德。 在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,豆类,干果,鱼肉,奶类,少吃红肉,可少喝一点红酒,吃七分饱,低糖多醋,可以减少三高,脂肪肝等疾病的发生。 具体说来,这和刘老先生每天早餐的一碗粥分不开,老先生说,他的早餐吃由黑、黄、红、绿、白五种颜色豆子煮的五豆粥,这碗粥人人可以复制,成本特别低,自己动手煮,成本才两块钱。 五豆粥原料,黄豆25克,绿豆25克,红豆25克,黑豆25克,白扁豆25克,紫米50克,大米100克。 做法,把各种豆洗净,用清水浸泡一夜,紫米,大米早上用温水泡10分钟的样子,这样在食用时,米的口感会更软嫩香甜。 煮时冷水下锅,把所有的材料一起放入锅内,煮大约半小时到一个小时。 如果家里是电饭锅,按煮粥那档即可。 功效,常吃五豆粥,能降三高,防癌,养肝明目,健脾和胃,不慎易肺,趋脂宽敞,改善便秘,健身强体,非常适合长期食用。 原理,五豆粥的营养价值是赤豆、黄豆、绿豆、白扁豆、黑豆的总和。 把五豆共煮,能具植物蛋白质精华,经食物互补,生物营养价值大大提高。 黄豆具有健脾宽中,润造消水、消炎解毒,除湿利尿功效,是心血管病患者的加持。 对于糖尿病有一定的疗效,实践证明,经常吃黄豆或豆制品的人患糖尿病者较少。 绿豆具有清热解毒,消暑利尿,止渴解繁,明目降压,沥烟润肤,趋脂保肝功效。 常用于暑热反渴,肾炎水肿,方阳肿毒,肠胃炎,咽喉炎,角膜炎等方制。 红豆具有沥水除湿,河血排浓,清热解毒,宽敞利气,调精通功效。 对于贫血虚肿,胃肾虚弱,年老体弱者有疑。 黑豆具有活血解毒,驱风沥水,补肾滋阴,解表清热,养肝明目等功效。 白扁豆具有健胃盒中,消暑化湿,易皮下气,不虚止泻等功效,能降压,防癌,致心脑血管疾病。 五豆的花式吃法 当然,如果早上来不及,也可以将五豆做成五豆杂粮饭或者五豆饮,同样健康营养。 上海的李先生患上糖尿病五年,后来他坚持早上吃五豆饮,不仅血糖和尿糖恢复了正常,而且还吃得香。 睡得着,变得快,头发黑,体力足和眼睛好。 五豆饭原料,黄豆10克,红豆10克,黑豆10克,梅豆10克,绿豆10克,燕麦10克,乔麦10克,大米50克,水适量。 做法,五豆和杂粮事先洗净。 用清水泡约5个小时,大米淘洗干净,把杂粮与大米混在一起,加入适量的水,入高压锅中,泡约10分钟,解压后弄松软即可。 提醒,豆子必须事先泡好才煮,不然硬硬的没法吃。 五豆饮原料 黄豆200克,绿豆100克,黑豆150克,赤小豆100克,白扁豆100克。 做法,先将豆浸泡一夜或12小时,用豆浆机将五豆打成豆浆。 如家中五豆浆机,则像煮绿豆沙一样,五豆合煮即可。 除了五豆周外,运动也能预防三高,控制三高,并且通过运动控制三高后,还可以间接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 那么运动对于三高有多大帮助呢? 一,运动于高血压。 我们现在都建议服用长效降压药,那是因为长效降压药只需要吃一次,且血压平稳,而运动本身带来的降压效果就能维持24小时。 研究表明,坚持适当的规律的有氧运动可将血压降低3-7毫米拱住,最高可达15毫米拱住,血压降低6-7毫米拱住。 既能降低20%-30%心血管风险。 这样运动不但降低了血压,而且还能预防了心血管疾病。 运动降压的一个原因就是,长时间科学运动能够控制体重,减肥后本身就能降压。 另一个原因在于运动后,血管内皮功能的改善。 全身血管阻力的舒张,降低交感神经系统和肾素,血管紧张素,全固酮系统的活性,从而降低了血压。 对于高血压患者,建议每周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,比如跑步、骑车、游泳、跳操、爬山等等运动,心率控制在170减自己的年龄这个水平。 长期的有氧运动利于预防高血压,利于控制高血压。 2.运动于糖尿病 糖尿病对血管的危害常常是弥漫性的,也就是说,如果发生了特别,常常会出现全身血管的并发症。 比如心血管狭窄,常常是一长串狭窄,治疗起来很麻烦。 所以预防糖尿病尤为重要,研究显示,坚持适当的运动可降低25%到40%的二型糖尿病风险。 酒做不运动,本身带来的三高风险就会增加,而且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如果没有坚持运动的习惯,三高更不容易控制,只能通过吃更多的药物使三高达标。 这种吃更多药,三高达标的效果,肯定不如配合运动,吃更少的药效果好。 糖尿病协会建议,对于酒做不动的人,应间歇进行轻度身体活动。 糖尿病高危人群,久坐了花五分钟走走或站站就有获益。 如果坚持运动,更有好处。 能预防糖尿病的发生,低强度的身体活动就会增加胰岛素敏感性。 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和运动强度的增加,效果会更加明显。 指南推荐,糖尿病患者应该接受包括有氧运动和阻抗运动,以改善胰岛素代谢,降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。 就是说,为了预防糖尿病或控制血糖,我们应该坚持有氧运动,同时配合一些力量型的运动。 三,运动与高血脂。 在三高中,运动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控制更为明显,对于血脂的影响相对较小。 但可以肯定,运动利于调整血脂,能够升高高密度脂蛋白,这个好血脂,也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,甘油三脂这些坏血脂。 但相对来说,饮食对于血脂的影响更大,饮食不健康会导致高脂血症,尤其会升高甘油三脂。 对于大部分的甘油三脂升高,通过控制饮食,配合坚持运动,大部分的甘油三脂都能恢复正常。 因为甘油三脂受饮食影响比较大,发现甘油三脂升高后,我们要减少肥腻油炸食品,减少粗筋细粮,逐渐增加粗粮杂粮,尤其水果蔬菜,鱼肉等等食物的比例。 配合运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甘油三脂,但如果甘油三脂高于5.6,就得吃一点酱汁药,以免发生急性一线炎。 对于胆固醇和低密度质蛋白升高,饮食和运动效果要差一点,因为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主要是人体肝脏代谢产生,和饮食的关系只有一小部分。 但如果运动联合饮食,或运动联合他厅治疗,酱汁效果更为明显。 三高算是现代人最容易得的一类病了,但它的危险性却不能忽视。 现在防控三高的方法都已经教给大家了,喜欢运动的就通过运动防控,不喜欢运动的就试试刘医生推荐的五豆粥,和每天吃药比起来,我想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两种方法吧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,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